這是什麼事 高空中經見一顆泛著白光的球體 不是飛機 也不是月球 這是來自中國的監控氣球 出現在美國國土上方已經好幾天 引發五角大廈高度關注 出動三架戰機追蹤 一追才發現大事不妙 路徑就這麼剛好 從加拿大一路來到美國軍事重地 讓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都發推文 向拜登喊話別再沉默了 不過美國知庫研究員表示 過去幾十年早有許多國家都用氣球偵查 甚至能追蹤飛彈或掌握通訊連接點 更是冷戰時期的愛用工具 氣球遠比間諜衛星便宜 而且具有更久的滯空時間 可以慢慢移動 長時間觀察特定地區 中國更加碼在近幾年積極研發 多種新式氣球和飛船 其中就包含去年5月 中國官方科研單位 宣布自主研發的極目一號飛船 中國的科學和技術 已經到了另外一個層面 七千米 七千零三米 八千米啦 九千零三十二米 飛船從海拔四千三百公尺的營地 升空一度達到九千零三十二公尺 超越聖母峰的高度締造新紀錄 現場中國科學人員高興的流淚 說是要用科學為國貢獻 卻讓各界更擔憂中國拼命研發出的新科技 是否就出現在美國國土上空的這顆氣球中掀起更多恐慌 對 我們看到冷戰時期的間諜氣球又來了 就是看起來是中國派到美國去了 還有剛剛這一則新聞 中國的企業要蓋廠 因為緊鄰空軍機力的關係 美國州政府決定打回票了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工廠叫做附峰設廠案 本來市政府是樂見其成的 市政府覺得說可以來振興經濟 後來發現說氛圍不對 就不合法建造了 那麼美國智庫這邊也有講 他說其實軍方為什麼會認為附峰研議中的工廠會有威脅 其實整個大福克斯是早就已經被中國的央企中航工業 所收購的美國飛機製造商希瑞的據點 大福克斯其實已經被中國賣走很多了 為什麼這下這個中期要蓋廠會被打回票 氛圍不一樣 那麼再連著這個新聞來看 讓大家更有體會 菲律賓的旅宋島北部兩個基地要讓美軍來使用 加起來總共至少四個基地是要給美軍使用的 旅宋島北部的這個基地 包括了這個卡加嚴省的軍事據點 包括伊薩貝拉省的軍事據點 距離台灣最近的距離台灣大約只有500公里 該怎麼解讀 先看這個菲律賓的這個基地 菲律賓的基地其實包括有四個 這個是空軍基地還有陸軍基地 那這個美國在菲律賓為什麼要有空軍基地跟陸軍基地 要把它擴建起來主要就是針對中國的威脅 因為菲律賓大家看到這個地理位置 其實離這個台灣的西南很近 最近的共機就是在台灣的西南空域不斷的活動 在南海也是中國海空軍密集演訓 他在那邊造島的基地 所以美國現在不跟你客氣 跟菲律賓講好 在菲律賓擴建這些基地 這個就是要監控中國的可能的行動 然後也是實質警告共機 你在台灣的西南空域在那邊活動 不是只有台灣會監控你 美國也絕對不會對這個釣魚清新的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 而且菲律賓它的這個基地面積都很大 讓美軍運用其實相對來講非常便利 這個在當地的美國的這個陸 為什麼有陸軍基地 因為美國跟菲律賓經常實施演訓 各種的演訓包括特戰的演訓 空降的演訓很好用 所以這個其實對台灣的安全來講 應該要表達這個放心跟歡迎 那至於說剛才講到那個間諜氣球 這個其實也是中國動作也很大 他也要密切的監控 美國在本土的軍事作為 這個間諜氣球 其實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就搞過了 日本那時候當然不是間諜氣球 而是氣球炸彈 他在氣球上裝炸彈 然後飄到美國去 掉下來 炸到美國人 就算他贏了 所以那個時候日本 一共發了多少個氣球 發了九千多個 九千多個這個氣球炸彈 就順著這個上升的氣流從北方 不是飄太平洋 是從北極這邊飄到美國 那那個時候 這個美國方面知道這個日本放這個氣球炸彈 是擔心他放什麼呢 生化戰劑 放細菌 然後呢 第二個呢 就是美國把那個日本的氣球拿來分析 因為氣球升空 那實在的科技 氣球上要有砂包 控制他的升降 他就把那個上面的日本的氣球的砂包 拿出來檢驗 從那個砂包裡面的砂 判斷說 他是在日本的哪個地方 生產的 後來戰略轟炸 集中轟炸 那幾個地方 所以呢 其實這個強國之間的這個 這個情報戰 是非常密切 像這個剛才第三個 就是講到那個 中國那個工廠 設在那個北達科大 這個科大洲 設在那附近的那個基地 附近 其實呢 照法律 中國當然是可以設廠 可是那個廠 第一 玉米加工廠 這個 在中國特別跑到美國來設玉米加工廠 這很奇怪 第二個 那個工廠的面積規模 太大了 1.5平方公里 面積超大 所以呢 美國方面可能擔心 他會藉由這個建廠 混入特務 混入 這些監控美國軍事行為的 這種電子設施 假借現場設備之名 把它混入 所以呢 這些問題 這個美中的這個情報戰 其實隨著現在關係的緊張 這個是越來越明顯 所以台灣 我們也要增強我們的新防 像剛剛博文哥講的 不要像台灣的人 這個軍事設施也好 還是各種情報 各種機密 像中共 像召召喀一樣 這個四處刺探 我想這個對台灣的安全 美國這麼強大 他都已經開始在警戒 台灣也要注意 其實基本上到現在戰場上 還是會有氣球 可是有時候你要雨時寂靜 這個是美國落馬公司的 叫做P791 怎麼這麼先進的氣球 然後它其實這個氣球 然後它是在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美軍有在用 然後它可以負重到500噸 500噸 所以這個叫做現代的高科技 但是美國是做什麼用的呢 因為在戰場上 阿富汗多山 多山的時候 當時衛星或現在的C4SR 美國還沒有建立那麼好 所以他們就在用了這幾個大氣球 在高空中 等於是美軍通訊的基地台 所以基地台就是做個通訊 然後現在美國也把它除疫了 所以這個叫做高等的 那為什麼中國要做這件事 是因為中國現在講難聽一點 剛剛講說監控監測 因為德州 他們都已經要限制中國企業和個人 買美國的農地 然後達哥達州那個 也是他們去查的 其實你用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現在用 但是你說真的 它這個東西能夠偷看到什麼嗎 現在的間諜衛星 厲害到的是 當時的時候 就是像小布希 見到江澤民的時候 說其實如果你在天安門廣采 你在看人民日報的時候 我知道頭版頭條是什麼字 因為美國的間諜衛星的解析度 也看得到 早就看得到了 現在還需要你用一個氣球嗎 這個時候是什麼 就是中國就要做個內宣 做個外宣 所以美國當然會在乎 可是中國是滿不滿的 我們先看這個 我們就說 哇 怎麼還冷戰時期的氣球也跑來 你來看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低階的氣球派來 那中國呢 那美國當然想說 好吧你來了 我怎麼要注意一下吧 但是把它打掉了 也不是為什麼安全問題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新聞的對比 來 這是New Talk的新聞 這是美國發布的嘛 就是說中國的間諜氣球 闖進美國領空 F-22戰機追蹤 戰不擊落 但研判是中國來的 這是這樣的一個新聞 這是發文的人 五角大廈的發言人 也證實這個消息 因為看得到啊 這是五角大廈發言人 證實這個消息 說美國發現了追蹤之中 所以呢 有防止到敏感的訊息被收集 會密切的注意 這是美國方面的消息 五角大廈有證實 中國拒絕承認 說這是抹黑 這個很low 怎麼可以這樣講 很low啊 胡錫進說的 美國就在製造新的攻擊中國的噱頭 美國對中國的攻擊誹謗是系統性的作業 所以還有包括北京大學的 這個新聞其實 美國要求中國的駐使館說明 但是有人就開始 比如說中國媒體是沒有報導的 但是半官方性質的智庫 北京大學的南海戰略 泰式感知計畫平台 就在推特發文說 有證據證明這個來自中國嗎 胡錫進算側翼 還蠻大的一個側翼 他說這是系統性的 在攻擊中國 誹謗中國 你們怎麼解讀這兩個新聞 因為美國要求中國說明 中國官媒都沒有講話 到時候把它拿下來 看一下就知道了 氣球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那個P791是有動力的 它會轉向的 而這種空飄氣球 其實很簡單 氣流 所以這個氣流從哪邊飄來的 現在在上方 全世界球都知道 這個從氣流來 就是這樣子 所以過去美國 這個時間點飄到了美國的哪裡 而且它的路徑什麼蒙大拿 加拿大都出來了嘛 高空的氣球 氣流現在怎麼樣 一推也知道從哪邊放出來的嘛 而且這個用氣球 講實話 你剛剛才說 他們不是試了 那個英極21嗎 十倍音速 這個氣球飄過太平洋 至少48小時 所以大家都知道嘛 路徑很容易掌握 不過這個就像是 衛星一掉出來就知道了 就像是棒球上面投手啦 有高速球也有慢速球嘛 那個球很慢的時候其實也不好打啦 我覺得這個氣球它之所以強的地方就有幾個 第一個成本很低 它跟衛星相比起來 所以說它就算是被發現打下來之後損傷比較小 那第二它飄很慢 剛好可以慢慢的扶過它要去偵測的地方 像它在蒙大拿這個地方的空巡機地 就有LG30的義勇斌的洲際飛彈 就據說就部署在那邊 這個洲際飛彈的射程一萬四千公里 是可以直接從蒙大拿那邊射到北京的 所以當然對於中國來講的話 它放這個氣球過去當然有它用意 而且它因為它是用飄的嘛 所以它裡面的金屬可以非常的少 然後它也沒有什麼熱度 以至於雷達也不好偵測它 所以這個看起來像是一個很低科技的東西 其實經過改良之後 不需要雷達肉眼都看得到 對啦 肉眼啊 所以你要派人力去看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重點是說2月2號的時候 五角大家證實這件事情是為什麼 因為布林肯2月5號的時候要去嘛 所以等於美國它主動說 我這幾年來早就已經發現 你一直派這些有的沒的來騷擾我 所以我布林肯去的時候 某個面向上來講是要跟你算帳 增加布林肯跟中國的談判籌碼 布林肯勢必會跟中國談說 你要去射什麼玉米場 其實就在我空軍基地的旁邊 你的那些熱氣球整天在那邊飄在那邊監視我 你是要不要拿出一些誠意把它撤回去 不然的話我接下來美國 再撤出你中國的產業鏈的步驟 我就要撤得更快 用這個方式去逼迫中國 去減少這些騷擾行動